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播放機 讓你享受理財的契機 我是琳達 觀眾朋友們記得幫我們節目在臉書 還有YouTube上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因為你的支持真的是我們努力的動力 好的 我們知道又到了季底 投信作帳再度成為了話題 還有五天就要進入12月份了 第四季也要悄悄的慢慢的進入尾聲了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搭上年底投信作帳的順風車呢 好的 今天我們首先來歡迎汪式軍國老師 老師好 琳達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老師我首先要請問你 所謂的投信作帳股 就是投信買超很多 而且漲幅也很大的個股嗎 好 那其實這張表可以看得出來 從11月到目前為止 說投信買很多的股票 那如果說投信作帳 因為是年底一定是最重要的 所以重要度一定是年底大於半年 再大於季底 那如果說只看這張表 只看外資只看投信買什麼 就趕快進場去跟著買 那也有可能買到結帳的股票 所以我們還是要多做一點功課 如果說只看他買什麼 那其實這麼多檔也很難挑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好 如何跟上投信作帳的順風車 是的好的 那麼投信作帳股呢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來關注 怎麼樣來操作 我們請老師帶我們來了解 好的老師 我們常聽說 這個一到了季底要作帳 年底也要作帳 那到底投信的作帳是什麼時候啊 好投信作帳就是 三六九十二月 因為基金經營人 他讓自己的績效要好一點 因為我們要買基金 我們去看他績效 哪一個比較好嘛 哪一檔比較好 而且如果說你績效做得好 那基金經營人 當然就是身價比較高 是 因為說我操的基金 你月期好 對啊 因為績效都非常的好 我選的股票 都會漲 當然就水漲船高嘛 就可能他有利於明年 彈加薪 也有可能說 或者是你跳槽 哇那個薪水就是 可以跟著漲起來 所以他們會在年底 就是在年底的話 當然是最重要的 因為是今年總結的 一整年的年底作帳 或者是半年作帳 那可能就是六月 再來三月九月 然後就是季底啊 那績效要好的話 當然就是靠近季底的時候 他們就把自己的股票稍微拉起來 那其實你要多觀察一些東西啊 不是說只看說投信值買什麼股票 那就要看一些其他的妹妹嘎嘎 我們來慢慢教大家 是好 那老師其實啊 你看啊 現在我們知道呢 這個做股票要看 所謂的基本面 籌碼面跟技術面 那籌碼面的話 那大家其實啊 你看外資銀彈的最充足 我們跟外資買不就好了嗎 那為什麼還要特別提到投信作帳呢 對因為其實我們選股票很難啊 有這麼多檔股票到底要怎麼選 對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去參考 是 外資買什麼 投信買什麼 反正每天都有列表出來嘛 前二十大買超標的 前二十大賣超標的 那以前大家喜歡跟外資喔 因為外資錢很多嘛 對 他一買下去砸下去 跟他買就好啦 對啊 可是也不見得 你會發現說 尤其是今年特別奇怪 外資買的股票都不太會動 常常就是外資買了 隔天就賣對不對 對 為什麼 那可能是有一些假外資啊 假外資喔 對就是錢就 錢匯到國外啊 或是開個帳戶啊 然後再匯回來這樣 就是變成一個外資嘛 這就是假外資 對 所以說他奇怪就是 他今天明明大買 因為通常 據我們的認知 就是外資買股票一定是 很有條理的 對 然後就是會買一大段的 而且買一些比較安全的標的 對不對 但是 今年好像不是喔 今天外資常常就是 做隔日沖 對隔日沖 可能今天他最 之前很喜歡沖像 面板啊 航運啊 每次看他大買航運 一萬多張以為要噴的人 然後隔天可以倒一萬多張出來 讓你就是一根然後馬上被套 好恐怖喔 而且外資還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一定是搭配期貨 選擇權 甚至是外匯來操作 所以你不要單看他 買什麼股票代表他一定看好 是 他大買金融股 可能是說他要推升指數 讓他的旗值賺錢 是 就是說有可能他大賣台積電 大賣聯電 可能是就是讓期貨壓低結算 讓他的期權賺錢 所以比較複雜一點 那反而喔 投信的話他就是拼績效 拼績效 所以常常投信買的中小型股 因為股本比較小 對 然後我看好 然後我可以聯合其他基金經營的人 然後大家都看好 然後一起把這個股票拉起來 原來是這樣子喔 所以呢 投信做賺股其實也是相當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那老師我們再看喔 那請問呢 他的選股方向 他的原則是什麼 好那其實我們如果每天看他的買進賣出 你跟著買的時候會套牢 或是你有時候買到他要結帳的股票 都很很難說啦 所以我給他列舉幾個 我可以給大家列舉幾個 你可以去選擇的方向 好參考的依據 你就是依照這四個條件 是 符合越多越好 就來作為今年底的選股 因為已經剩一個多月 對 只剩下一個多月 那你不要說真的是拼到最後一週啦 可能有時候會有點危險 可能會提前結帳 第一個 投信持股比例 不能太低啊 最好 大概介於3到8%之間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還有加碼的空間 那如果說大於15% 那你就要看了 大於15%好處就是說 投信持股比例非常的高 當然就是說 可能他會再拼最後一波 對 那你就要看 持股比例超過15%這些股票 有沒有最近在賣 如果最近在賣 你就提防結帳 我剛剛看了一下 就是以昨天的收盤價 超過15%的就有4檔 有4檔 那有一檔是今天地雷 是4星KY 那剛好投信持股比例非常高 所以每檔是地雷 今天這檔真的跌停嗎 真的是跌停嗎 真的是地雷 我看是只有4檔 那變動會很大 像之前資源到20幾% 然後最近又砍到15%以下 天啊 所以投信高持股比重 可以參考 但是如果說他最近在賣 特別小心 是 再來 第二點就是 第四季 就目前 你會看到他如果有連續加碼 代表說他非常看好 每天買 不一定說每天 可能說一個禮拜買個3到4天 幾乎只買很少賣 那代表說投信 第四季前看好 可能就是一個忌敵作帳 是 再來 外資不能占賣方 總不能我投信一直買 然後外資一直到 對啊 那就沒有用啦 對不對 是 一個拉 然後一個出 那股價就不會動 對 股價就比較難動 就比較沒有那種作帳的激情 好 再來就是說 營收維持高成長趨勢 基本上投信選股 他有一定有邏輯 他一定要寫報告 他不可能說 平白無故 像我們 直覺 我今天看好這兩股票 我就買的 投顧老師都這樣嘛 我看好 不用理由 我就買下去就對了 對不對 但是基金不行 我可能要寫一下報告 像宏達店 漲那麼多 投信有買嗎 沒有 沒有啊 虧錢啊 虧錢投信不太能買啊 他可能報告寫得很特別 很精細啊 所以 投信買股票 一定有他的原則 好 那很嚴謹的嘛 對 很嚴謹 對 是 那老師啊 再請問 依照您剛剛講的這些原則 這一些股票就是依你的原則篩選出來的年底做賬股嗎 對 我篩選幾檔就是符合我剛剛的幾個條件 那因為畫面有點小我們放大一點 嗯 好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 看股票 那其實大概 有華航啊 長榮航啊 第三行 外資沒有賣 所以這檔還算安全 那投信 在這一個月也買了1052張 好那如果說你要看章數真的砸錢的話 那前三名就是華航 長榮航 跟華邦店 有一個特質就是低檔轉槍 低檔轉槍 那華航跟長榮航已經不是低檔轉槍了 之前是低檔轉槍 他在剛買的時候是真的是低檔轉槍 那華邦店也是低檔轉槍 那外資我篩選出來只有全新是外資是賣超的 不過我覺得因為看起來因為投信也是剛開始買 也沒有說買非常多 而且營收成長率也蠻高的43% 1到10月跟去年比的話 所以我也把它選進來 所以這些股票大家做參考一下 而且還有顯示卡的像2376的自家 自家 也是有搭上元宇宙題材 6457的紅康 這些都可以做一個參考 做散熱的建設 是好老師 那第一檔我們來看到2610的華航 華航最近什麼雙11 黑色星期五 還有聖誕節等消費需求強勁 那現在海運轉空運的需求也增加 所以華航他昨天已經來到30塊 老師您怎麼看 好我們把畫面再縮小一下 我先來看一下華航 哇真的是最標的股票 其實你說講基本面已經不用太特別講了 你說前兩三個禮拜前再講OK 因為基本面真的是非常的好 第一個塞港南節 所以有一些海運沒辦法塞港 就只能用空運了 那現在年底 你剛剛琳達已經都解釋完了 現在聖誕節 因為感恩節 要到了 接下來就是聖誕節 所以這些什麼蘋果手機啊 比較高科技產品 它們一定要用空運 電子產品 一定要用空運 那貨運的話就是最近價格一直漲 然後報價調漲 所以這沒問題 那我們就期待明年 我們可以坐飛機出去玩 對希望 那如果說操作股票邏輯 可能說我們真的飛出去的時候 可能華航跟長榮航就不太會動了 因為已經這個 對這利多已經完全發銷 就像我們在年初的時候我們期待 航運股 EPS相當高 那真的公布財報的時候 對啊 已經 就不太動 就利多出鏡了 所以說 在我們沒有飛出去之前 華航跟長榮航 這波氣勢 應該還不會停 還不會停 對 那我們如果說 依照獲利來看 像第三季華航就賺了0.53 相當好 所以今年的話 我看元富有顧到1.34 明年上看3塊 有可能啦 因為元富是看3.3 我最新看這報告的元富 所以說3塊多的話 等於說跟今年來比 是大幅的成長 去年還是大幅虧損 那今年跳到1塊多 那明年跳到3塊多 就是符合投信這種選股的原則 他們最喜歡那種 虧轉你大幅成長 像長榮 楊敏賺40 可能今年賺到40塊 他不是EPS獲利王嗎 獲利王 對 可是長不太動 因為大家 投信可能認為說 明年的成長 就沒有這麼強 對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這檔股票 那如果說 我們就技術名來看 這個氣勢相當強 這一波 第一波漲而已 這漲第一波 那華航又比長榮航強 你說技術名來看 他絕對比長榮航再強一點 那兩檔我們都來看一下 好華航的話 其實我們先看第一檔華航 他比長榮航強 原因是 他連五日線 他十日線都沒破 那這種股票的話 你盡量就是 有拉回的時候 你不敢追嘛 因為強勢股 噴出去第一波 你不敢追 我們就等回 拉回再買 好那其實前幾天 剛好有拉回 讓你上車 因為已經快靠近十日線了 這是第一個買點 也就是說可能在 禮拜二的時候 是一個還不錯的買點 是 那進場買的話 往上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嘛 因為這種股票的話 通常整數關卡 他就是一個壓力嘛 那三十塊的話 假如說能占得穩穩的 我覺得還有再機會 再攻第二波 再噴嘛 再攻第二波 對 人氣焦點啊 你說全市場都在買啊 對成交量也大 對成交量大 你進出方便嘛 外資狂買 對外 外資狂買到爆 那投信也買到爆 剛剛那張表 我們在網上看一下那張表 你看外資買幾張 外資在這個月買 哇多少 四十幾萬張 四十幾萬張 四十幾萬張喔 哇真是很誇張 長龍行也買了二十六萬張 好再往下 是 好 那長龍行 再畫面縮小沒關係 那 回去 華航 對他的卷資比到27% 昨天看27% 所以大部分的人 其實敢買的人 漲到這個價位 剛買的人已經不多了 已經不多了 因為他漲太高了 漲太多了 你不敢追 那就是等回買嘛 可能說你這次沒買到 那有來到五日線啊 或者十日線 你再做一個進場的動作 還有機會 再往上 再供一波 那 不要講價格 講價格就太敏感 還有機會再往上供一波 那你就是等吧 那 如果說你怕的話 慢慢買 因為它不是高價股啊 它不是像長龍 你之前買一張 就要一百五一百六 你就要掏十幾萬出來 那你這個你就慢慢買嘛 好像才 現在才三幾塊而已 之前 有可能還有回到二十幾 二百二九 多多的機會 其實還算便宜 那我們再看長龍行 是 好長龍行的話 它有 準備要加入三架貨機 那其實 華航也是 所以長龍行第四季營收 也有機會大增 那 股價比較弱的原因 當然 貨運來說 其實華航比較多 貨機啊 華航比較多 長龍行比較沒有那麼多 是 那假如說除非啦 明年的話 我們大 可以大幅的出國去旅遊 那長龍行就會噴的比較多一點 那 目前來看 因為前幾天有一個利空消息 就是說 大股東長龍 剛剛賣了長龍行的股票 捲走了一億多 一億多 逢高貨運了解 我們碰到這種 就會心裡怕怕 對啊 因為大股東都賣了 但是你不用怕 因為華航在漲 基本上長龍行不會獨自跌 所以他昨天拉了一根漲停板 那長龍行比華航稍微弱一點原因 當然除了說 法人沒有買比較多 包含外資投信 買二十幾萬 買的幅度沒有像華航那麼強 卷資比 長龍行昨天拉起來大概19% 沒有像華航這麼高 所以老師卷資比越高 是代表越好對不對 就是代表說 比較容易軋空 比較容易軋空 對 通常啊 你說你看卷資比的話 到30% 他就容易強勢軋空 對 那中小型股可能會到 七八十趴 像之前什麼漢雷啊 大眾控啊 大眾控啊 大眾控還超過100% 對 所以說有可能 會有一個軋空的題材 那大型股你要到 七八十趴那很難啊 不太可能啊 但是如果到了30%以上 就還是很容易軋空 對 你現在也不會想買啊 你是不是很想要放空 你想要長那麼多 這麼陡峭的角度這樣 對 而且他是長龍行滑航耶 還有不是什麼標股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只會想空 但是你往往想空的時候 他就給你漲 每次都這樣 對 那長龍行其實最好的買點 大概也是在禮拜二啦 雖然說是有點馬後炮 嗯 之前節目我講過啊 不管是 上另外一個 也是Gmoney的節目 或是我自己的節目 就是 長龍行的操作策略 第一波上去 你不敢買 沒關係你都不要買 等他回 不可能說一直上去沒有回頭啊 尤其是全值股 對 回來的時候 一樣啊 跌破十字線 分批買 嗯 你不用急著買買 對慢慢買 對慢慢買 是 你看破五日線 這時候你慢慢買 你買到破十字線 現在又拉起來了 嗯 真的 那長龍行的話 我們先看錢高是29.4喔 嗯 能不能給他做突破 因為今天已經快到了嘛 對應該很有機會 對 再突破 還有機會再跟我一波 哇 那除非你看到說 外資 投信 大幅的做獲利了結的動作 那就要小心 那再小心一點就好了 而且 因為法人要賣 他買 下面買這麼多 是 他要賣出來 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也不是馬上就全部到處 所以你也可以慢慢賣 你不用急著耶 你看到他有在出貨的時候 你就跟著法人的腳步 好 這兩檔就標準的 跟著法人上車 跟著法人下車就可以了 是 好 這是華王朝陽行的部分 那老師再請問 3653的建車 你剛說建車是做散熱的 對 那散熱其實最近也搭上了 元宇宙的題材 那是他上漲的原因嗎 對啊 沒錯 其實3653的建車 表現相當不錯 因為這一波 其實散熱族群 大部分的股票都是破底 都破底 破底 對 因為之前不管是上 他們主要用的原料就是 銅鋁 之前都漲很多 對他們來說 成本就增加很多 但是建車是特別強 好像沒有什麼跌 目前來看 軍熱片的需求是相當強 所以他明年 他的法說說 明年的營收毛率 會比今年好 而且他的資本支出 大幅擴增 擴增六成 就是明年資本支出會到 12億元 而且NVIDIA 這是最近最強的美股 最強的美股 大漲 他的車用晶片的 軍熱片 也是唯一工藝商 也是3653的建設 這麼厲害 那投信持股比例很高 17% 所以我們就要觀察 假如說 他要做帳的話 他就是可能 再把它買上去 就要觀察 投信能不能再進場去買 因為我們先確保了 外資沒有賣 我們剛好看那張表 外資沒有賣 土洋對坐 就有點危險 他就買不動 但是建設這檔股票 是 土洋都買 那如果說投信 要再做帳 這種股票其實 蠻好拉的 可能再攻一波 那我們就觀察 投信只要不要 在最近 靠近季底的時候 做賣潮就可以了 是 好那老師 我們既然呢 有這個做帳股 當然也有結帳股了 好老師 這幾檔 就是你點名的結帳股嗎 可以看一下 稍微謹慎一點 稍微謹慎一點 好然後我們放大看好了 這是因為投信 最近有賣 不一定說他一定結帳 只是我把它挑出來看 是 就是技術面有一點轉弱 我們搭配技術面 那實股比例有稍微往下降 好低檔就是滑下 不過他已經賣了只剩下0.6% 實股比例不高了 你看是賣蠻多 就是在這一個月賣了2.1萬張 算最多的 好再來就是金像店 投信也賣了1.5萬張 智原是 先前最標的股票 聯繫集團最標的股票 那可是 投信有在賣 所以還是小心一點 新權 也賣了1.4萬張 當然景碩是還好 因為 窄版是未來的趨勢 功不應求 應該是還好 只是可能 最近有點 換到別的股票 所以我覺得 倒是不用太擔心 順德 可能就稍微小心一點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好 好 老師 3264的新權 老師剛剛你說 這個也賣了1.4萬張 那為什麼它 它這樣就是代表說 它是結帳股嗎 其實不一定對不對 我覺得有可能是結帳股 有可能 3264的新權有可能是 我們看它的技術面 已經慢慢的轉落了 它已經跌破了 你看這個幾乎只剩下 年限在上面 在下面了 悄悄的一直賣一直賣 你看前波高點的爆大量 兩根紅K之後 就開始往下 對 然後反彈也無力 是 反彈也無力 反彈到季線之後 繼續跌啊 所以看起來蠻弱的 而且投信最近賣很多 你就要稍微小心一點 會變成結帳股 這檔我就會稍微避開一下 那 並不是說叫你去空它 就是說它假如說反彈 到月線季線的時候 你盡量不要去追 畫面縮小沒關係 有時候我們會 看到什麼股票 在拉的時候 盤中就跳進去買 對 通常是這樣 那這檔股票 我覺得就要稍微小心一點 因為投信在做賣超的動作 你就不要說它在盤中擠拉 都去追 而且前面這個套牢賣壓的 其實也蠻沉重的 對 非常的重 是 好老師那再看到 這個2351的順德 順德是做導線價的嘛 那之前不是這個電動車很夯的時候 它也很夯嗎 對啊 可是現在電動車好像也沒有這麼夯了 對不對 其實題材又這個 因為其實我發現到 投信在今年底 稍微比較保守一點 它沒有去拉一些中小型股 對不對 你看我剛剛看那張表 它買超的標的就是 華航啊 長榮航啊 華邦店啊 群創啊 都是可能有點偏傳產 或是偏價值型投資 是 EPS高的 那 跟我們以往想像說 投信會拉中小型股 反而它在今年 台股已經接近萬八 它顯得有點保守 它在年底的時候 我是觀察是這樣 它可能覺得萬八這邊 反正我就是 今年已經過了一個好年了 守成 我覺得今年的投信是守成 並不是說要完全大衝一個季體的績效 所以那種 你覺得你潛意識覺得說 之前投信的作帳標的很強的 對 如果說 投信在賣 你要稍微謹慎 我們就看這檔好了 是 那因為投信也賣蠻多的嘛 我們再回到上上一張表 你看它賣了幾張 順德 也賣了六千多張 以它的股本沒有那麼大 賣六千張算多了 是 那支援也是賣一點四萬張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 因為他們都在月線以下 好把它放大好了 我這樣看比較清楚 好 等於說 短均破了啦 好雖然月線還在上揚 但是這兩天給它破了 5日10日月線破了 好那你看前面 有一根超賞黑K棒 其實那個壓力就蠻大的 而且又爆量 對 又爆一個超大量 衝到兩百塊之後 你看一下就回到162 所以這個稍微避開 假如說盤中有急拉 有時候 盤中突然有買盤進來 突然拉到個七八趴 你就會想去追 一定會 有那個氣氛的來了 對 可是你就要去翻開一下 投信是不是在結帳 拉起來你就小心不要去追 是 好那最後一檔 我們看一下這檔是 3035的自圓 自圓 好當然前一波 大家都好氣喔 沒有買到自圓 哇怎麼會這麼會漲 我都聽大家一直在聊自圓 對啊 每天大家都在講自圓 從一百塊 哇漲到了兩百多塊 而且是沒有休息 沒有回頭 一直順順的漲 對 好 那可是喔 你現在看不知不覺 好像找不動了 頭部是不是出來了 對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 那這檔股票 我就建議你 先不要去碰 不是說你要去放空喔 先不要去碰它 不要碰它 因為投信最近有在落跑 是 好在落跑 雖然它沒有量 沒有什麼量 價跌無量 看起來好像還是多頭 對不對 然後又是 哇又是投信 联電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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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到我联電集團 要做什麼 可能做自圓 對就做自圓 可是你看這個線型 你會怕怕 對 那假如說 畫面縮小沒關係 它現在有一點 像M頭對不對 對 假如說頸線 不小心給它破了 你要小心那種 連鎖的賣壓 因為像自圓之前很誇張喔 它的持股比例到百分之二十幾 投信喔 這麼高喔 最高到百分之二十 就在巔峰的那個時候 到兩百塊那時候 二十幾 好那你要考慮一點就是說 季底 年底作帳 假如說 我有自圓 你也有自圓 大家都有自圓 那我要拉自圓嗎 可能不要拉 反正我拉你也受賄啊 我幹嘛花子彈 那我不如砍自圓 對獲利了結 那可能讓你自圓你不砍 你的績銷就變差 所以投信還有這一招 對還有這一招 我賣啊 我把它賣下來啊 那你的績銷是不是變差 那我就筆記要變好 稍微提防一下 除非啦 除非 投信又回來買 如果說他都沒有進來買 我覺得稍微謹慎一點 所以老師投信也有可能會回頭 有可能啊 可能他會 漲一波之後 然後開始賣嘛 活力了結 他可能回測到 可能月線季線 他覺得買點到 他會再買回來 像有一些電動車概念股是這樣子 是 是 原來是這樣 好 非常謝謝老師精采的解析 謝謝 觀眾朋友們今天老師呢 跟我們聊的主題 是怎麼樣搭上 投信年底 作帳的順風車 那麼剛剛的老師也告訴我們 這個選股原則 選股邏輯 那麼呢還有一些 關於這個所謂作帳的個股 像是華航長榮航 那麼也有結帳的個股 像剛我們聊到的製約 都要特別的小心 如果呢你還有其他問題呢 記得可以掃一下我們 汪老師的Light 老師的Light 是小老師WENG888 掃之後任何問題 老師有空都會親自回答您 欸老師那你YouTube的直播時間 是什麼時候啊 YouTube的直播時間 每天 我來做廣告好了 工商時間一下 每天的 下午要3點40分 YouTube直播 但是你沒看到沒關係 我會再放在我的Light 那你先加一下這個Light跟Telegram 那現在很多詐騙 所以你要加對 對 現在說詐騙 老師好信心喔 不是說我有名 是說因為 詐騙集團都鎖定頭顧老師 然後用我的人頭這樣 好像就是我來跟你對話 老師還是紅了啦 對 不是紅啦 反正詐騙集團就到處找目標 因為現在行情太熱了 真的喔 那記得要加對 一定是這個QR Code 這個數字 對 每天的1、3 早上會在東升台銀台連線 也可以稍微聽一下 是 好 那最後呢 一樣喜歡我節目中的朋友 歡迎在臉書上 YouTube上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感謝你的收看喔 那麼下次見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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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 我們邀嘅 我們聽到的 軸 請 Björn 請